你好,我是艾力克萨利 咱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聊一下 那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打勾人 或者是说一个屌丝 那么投资比特币到底有没有机会 那前两天比特币大会上 各位大咖的有关比特币的言论 大家也都看到了 很多人看完也都是热血沸腾 但是问题是比特币真的有如他们所讲的 会涨到100万 甚至有人说4900万美元一枚吗 那么作为普通人 能不能现在依靠投资比特币翻身 那完成阶级跨越 那是不是只要一直拿着不卖 他就能赚钱呢 那么这些都是咱们今天视频 所要讨论的内容 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帮忙点个赞 先赞后看财运不断 好,我是艾力克萨利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 我的电报有个会员群 我的目标就是带领群内所有朋友 达到财富自由 并且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加密行业的补助 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先通过视频下方电报群的链接 找到我本人咨询进去的方式 那由于电报的骗子众多 那所以说我支持呢 语音或者是视频的验证 好,那么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的部分 那比特币自从2009年上市以来 它已经涨了100多万倍了 那刚刚接触的比特币大会呢 更是让比特币真正的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不仅仅是美国华尔街抢着去购买比特币 连美国政府的部门呢 比如说这种参议员 众议员 甚至总统候选人 都站在了比特币的立场上了 这对于目前手里面持有比特币的人来讲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呢 我非常肯定 大部分加密货币的投资者手里呢 是没有比特币现货的 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觉得呢 投资比特币最慢 那不如呢 去买山寨 或者是买土狗块 那我觉得呢 这个理由是不对的 我们暂且不说 比特币2045年 会不会达到4900万美元 那我们就看本轮牛市行情 那就看明白了 那搞到最后呢 还是比特币抗跌 那其他的山寨币都已经跌得惨不忍睹了 那所以说归根结底啊 那我们最后还是要去投资比特币 那大家呢 要有信心 那我作为一个比特币的holder 我其实并不奢望 这个比特币能达到4900万美元 那只要是达到100万美元 我就心满意足了 就足够了 但是呢 每个人的情况呢 又不是一样子的 我简单来举个例子 那如果说你每周呢 只有100美元的资金 可以进行定投的话 那么这个定投呢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DCA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概念的话 咱们这里呢 简单解释一下 那DCA代表了 是定投 叫dollar cost average 这是一种投资的策略 投资者呢将总投资金额 分为定期购买目标的资产 那比如说这加密货币 或者是股票等等等等啊 那这种金额呢 以减少价格波动 对整体购买的影响 那无论资产当时的价格如何 定期购买的行为呢 有可能降低美股的平均的成本 那定投的主要的优点呢 就是减少一次性大额投资的风险 以及帮助投资者 避免试图择时入市的诱惑 那接下来我举的这个例子呢 仅仅的是作为一个非常初始的一个条件 一个例子啊 一个定投并不是让你呢 去真正的去这么操作 那真正的操作的话 那我会加入更多的策略进去 那我们继续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每周100美元 那我们再假设一个极端的情况 那就是你是从2021年11月7号开始DCA 那也就是传说中呢 站在了69000的山顶上 那从上一个山顶到现在这个山顶 那到今天我帮你计算了一下 那每周定投100美元 那到今天为止呢 你一共持有0.4648枚的比特币 那根据目前的价格呢 是66100多呢 价值呢是31048美元 而你一共投资了14300美元 217%的回报 年回报率呢达到了86% 那如果说你能够坚持这个方式呢 一直到2030年 那么你拥有的比特币呢 将会超过一枚啊 那如果说我们再模拟一下的话 你应该是持有1.28枚的比特币 而你持有的总的价值呢 已经远远超过了100万美元 那如果说2030年比特币的价格呢 是大于100万的话 那你就是真的财富自由了 所以说我用两个最极端的情况呢 做对比 那每周定投 你可以攒到100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 当然了那我还做了其他的策略的模拟啊 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个模型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啊 那这个呢会让你的持有的成本 更是大大的降低 那收益率更加的提高 那模型呢 我今天呢已经是分享给了会员群 咱们后面呢也会演示分享给大家 那总之呢 虽然DCA 它不是最佳的投资比特币的途径 那很多人能够拿出来投资的资金呢 可能也会大于每周100美金 那我只是呢 使用了最简单 最笨拙的一个策略告诉大家 那么投资比特币 是有可能让你实现阶级飞跃的 那前提条件呢 是你能够坚定的执行下去 管住手耐得住寂寞 那如果说你想赚的更多一点的话呢 除了定投之外 你还得学会逃顶 那大家最近几天 一定听到了很多人告诉你啊 永远不要卖掉自己的比特币 那么说这句话的人呢 可能是为了忽悠你一直拿住 但是呢 你如果真的信了 说明你自己呢 有可能他的问题啊 那这种骗人的话呢 一定不要信 该逃顶的时候呢 一定要逃顶 那关于逃顶呢 我之前也是做过很多次的视频呢 进行讨论过 但是呢非常可惜 那之前的很多模型呢 到今天为止呢 已经失效了 那本轮牛市的逃顶策略 我还在研究当中 那我会在会员群第一时间公布 那等我们分批次出来之后呢 我一定会免费告诉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就讨论 为什么要逃顶啊 那我会列出来 三个逃顶的重要的理由 那第一个呢 就是直接的原因呢 就是比特币 它是有周期的 那我们都知道啊 非常明显的一个减半的周期 那每次呢都会被人吹成啊 还说本轮牛市不一样啊 本轮牛市是永恒牛市的开始 大家拿好币不要卖啊 我信你个鬼 这个糟老头记坏的很 那这些人呢 不让你卖 自己跑的 他都比谁都快 那四年一轮的牛熊转换 我们即便呢 不能是在最高点逃顶 那也会在差不多点位走掉 那这样的话 逃完顶之后 等熊市跌幅达到70%左右的时候呢 再次进场 那岂不是你的收益率更高呢 当然了这个跟我刚刚分享给大家的DCA 也不冲突呢 那大家DCA的话 也要参考AHR999 也是我们昨天讲到的 救神的这个定投的模型 那定投的指数大于10的时候呢 要停止定投 而且呢要随时准备逃顶 等定投指数低于10的时候 再开始你的定投 而不是傻傻的听啊 某些不懂的博主呢 告诉你永远定投 永远不卖啊 那非常的可惜 咱们这个圈子里面呢 有很多人真的是不懂装懂 那更多的人呢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呢 坑蒙拐骗 那能够认真帮助大家分析的博主呢 是少值又少 那我在这里呢 不是吹嘘自己多么的好 多么的善良啊 那我只是呢 站在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 站在一个曾经 一个穷吊斯的角度 那目前呢 日子呢 可能会比很多人好一些 但是呢 我想帮助呢 跟我有同样的经历 并且呢 有志气 想为自己翻身 为自己的家人 创造更好的条件的 所有的兄弟们 希望呢 得到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要淘点的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要给自己一定的奖励 让自己得到物质上的愉悦感 而不是说 像有些人说的 一定要延迟享受很多年 那我们每四年呢 套现一次 奖励一下自己和家人 我觉得也不为故啊 那然后呢 把剩下的利润呢 在熊市最低点的时候呢 再选择进场 那一定的会买入更多的比特币 那如果说你在网络上 看到很 这种说坚决不卖的人越多 那对于咱们这种策略的知识呢 也就是越有利 那为什么呢 那他们中的一定会有90%以上的人 不能坚持到最后 所以说最后呢 他们的结局呢 是一定是比你掏顶的这个价格 低很多的价格的时候 他们选择出货 然后呢 他们中的很多人会痛恨比特币 那即便呢 是在比特币跌到最底部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选择不去抄底 但是呢 不用担心 他们一定呢 会在你抄底翻倍了之后 再次进场 然后呢 告诉你 真香 我在视频中告诉大家之前呢 就是要奖励所有看我视频的朋友 那大家觉得有道理的话 请帮忙分享给自己最爱的人 其实我觉得很多道理呢 大家都听过了 那我只不过呢 是再次帮大家来整理出来 那淘点的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比特币呢 它未必就是终点 那科技到了一定的高度 那一定会有更好的替代病出现 那我这里呢 不是说对比特币没有信仰 而是我更加的相信科学 那等科学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 更加有价值的东西 它一定会出现 那你是要准备 丝丝丝的拿住比特币吗 请千万不要说是 那我们的思维呢 要随时呢 跟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那思维的固化的人呢 现在呢 还没有接触到比特币 那但是呢 我们了解比特币的人 随时要准备迎接下一个的风口 那因为我相信 咱们频道大部分的观众呢 都没有能够赶上 比特币最开始的那波 非常疯狂的红利 那当时呢 随便你怎么买 那都是几千倍的涨幅 但是呢 大家不要灰心 只要你呢open mind 开放你的思维 你一定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那这里呢 多说几句啊 那X平台上呢 最近出现了很多骗子的播主 说什么呢 自己是早期的比特币参与者 有人是说 自己2013年之前 就开始买比特币了 但是呢 他的表现呢 还不如我这一个 2019年参与的人的 这个懂得多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认识很多 2017年之前进圈的人 人家早就自由了 那还在这里 非常努力的卖力的 这些播主呢 比如说是我啊 那都是没有自由的人 所以刚才说的那些博主呢 那他一定是没有自由的 一定是在吹牛 一定是在骗啊 所以说呢 在财富自由之前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都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那永远都没有错啊 不然的话 你不知道在哪里呢 这个阴沟里 他就翻船了 对吧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说你觉得 对你的投资和思考 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帮我点赞 一定帮我订阅这个频道啊 那我会在这里呢 持续不断的提供 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共同进步 一些发财 Peace